这样的项羽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稍微的有点不相信 但是吧 他竟然还放出了明文和出装 这让我又有点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明文和出装 我都会放在视频最后 他放出了出装 我不是 我心里面就痒痒 我就会为心难受 睡不着觉 那么咱们也不废话了 直接开始比赛 试一下这套出装得了 那么现在你们看见的 就是一刀刘向羽 和对面李信的比拼 李信显然在一几的情况下 斗不过项羽 但是这个项羽放出了闪现 跑到别人的塔里 选择和他同归于尽 虽然他拿了第一滴血 但是他这种行为有点过分 我回到线上 嚣张的李信已经在清女兵线了 他怎么敢呢 直接推他过来 一个二技能捡他的头 接着和他硬刚进来 我一个暴击插他四四二 他现在还没有四级 此时不容力 待会他四级了可就晚了 直接怼他 回头一个普通公尼 让他回家第二次 比赛开始的时间短 这李信复活的速度 那是超级快 这不没过十八秒 他又回来了 一过来他就直奔我而来 我立马怼他 一个普通公尼 扎了他半管血 想跑一个大招 让他划成一百三十五金币 我的天哪 两分钟 干他三回了 你气不气小李信 反正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我这局我就直接摆烂 我就不完了 镜头一转 李信那家伙四级了 变成了光性 刮杀戏 一个阵子往我身上打伤害 我那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别生 寻找机会 我就想搞了 但是他用他的大招刮我 差点没把我刮死 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这伤害 我的大招空了 我的天哪 这波亏了 现在没有大招的我 没有技能的我 只能二技能 免伤回头 那就是一个普通公鸡 兄弟们 吓死我了 就差这么一丢丢啊 李信啊 可惜了 要不然你就能干死我一回了 这前期给我的感觉呢 还是不错的 毕竟李信 我们都干死那么多回了 说这一套出装和名玩不行 那有点丧良性了 兄弟们 接着呢 就到达了中期 看见此时的我来到了中路 看见小龙虎直接怼他 一个二技能 插他 回头我那就是一个杀神一刀斩啊 满血的人正直接被我干死 但是射手就差这么一丢丢 还好我帮他阿科收割了 此时李信过来 我又回去了 直接怼上天 一个二技能又把他弄死了 十个人头 起码 五个 六个是他的 兄弟们 你说 你还玩这个屁的游戏呀 小李信 我要是你 我都没脸玩李信 后面呢 我们又回到了上路 我们已经被对面包围 直接一技能 队背 开启血手 回头一个杀神一刀斩 满血的 嬴政又被我们给干了 但是我们这个刺身的这个脆度啊 也是非常的高 别人一碰 我们也得死啊 不过这个杀神一刀斩 一刀能秒人 是真的 另外呢 这一套出装和命玩 就算没有大招 你看这个攻击力 啪啪的也挺高 几个普通攻击 对面的射手 他就受不了 在李信没有免伤的情况下 你看我们这个伤害 杀神一刀斩 对面两个人 直接秒 那又是一个三连决胜 神装以后呢 我们直接来到了对面的高地 测试这套出装 对飞几个人 几个普通攻击 然后杀神一刀斩 先秒一个 一个普通攻击 再秒一个 接着怼向李信 啪一刀 三连决胜 李信又没了 21个人头 李信自我手上起码吃毁 一半都是他的狗头 你还玩个啥 你还玩个啥 兄弟们 总言一下出装 敌方催 你也催 不完美 但是有特点 接下来公布一下出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